哈喽同学们我们回来了 来接下来请把书翻到139页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将房屋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的会计处理 比如说有一些企业 他为了让这个高管来 比如说高管是安山的 他必须得让高管来到北京 那怎么办 给北京租个房 你在北京给我租个房 我来 那这房呢有两种情况 第一呢我自己企业就有 第二呢我没有 我上外边给你租 咱先说自己有的这一块 自己有的这一块 你正常房屋是不是要提折旧 对吧 你正常的房屋要提折旧 那你比如说管理用的房屋 那应该是借管理费用 带累计折旧 但是这房你给谁了 你给职工了 而且是免费提供给职工的 对吧 那是一种非货币性福利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提折旧的时候 你不能直接进管理费用了 要把它确认为职工薪酬 所以提供时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累计折旧 然后再去根据受益对象 谁呀 行政管理人员 那是借管理费用 但应付职工薪酬 如果是生产工人 借生产成本 如果是车间管理人员 借制造费用 但应付职工薪酬 好 这块稍微有一点点小的问题 我要跟大家说清楚 因为你万一往后学的时候 你可能会疑惑 老师你不说职工薪酬 按公益价值计量 非货平吗 确实 但是自有房屋 这个它有没有公益 我们教材默认它没有 因此这块 大家注意 是按照成本计量的 包括官邀上的例题 它都是按照成本计量 因为我们这里 其实人家是有句话 说供应价值不能可好取得 它怎么办 成本计量 错没 没错 对不 对 明白了吗 所以它这里实际上 是有隐含的 这么一个小的问题 在这里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租的房 你正常租的房 你是不是要付租金 你正常比如说 你付租金 借管理费用 等待银行存款 好 现在这房你给谁了 你给谁了 给高级管理人了 那这个时候 你又不能 好 借管理费用了 你得借应付职工薪酬 待银行存款 然后再去 根据收益对象分 给管理人 那就借管理费用 待应付职工薪酬 那在这里要说明一点 我们租录的这个房屋 把它按照简化处理 比如说它是短期助力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助力呢 如果你不是短期助力 你会形成使用权资产 然后我们去年考试就考了 这个我等讲那个省权资产的时候 我还会说 我们去年考试确实实就考了 把租来的房形成省权资产 然后再去提供给职工 我们这里因为还没有讲租资产的问题 所以我们简单就把它理解为是短期租资 因为短期租资这块呢 我们是不确认资产的 所以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银行存款 然后根据受益对象去分摊 就OK了 好不好 各位同学 这块我就不给大家举例了 过 再来第三 第三是向职工提供企业支付补贴的商品 或服务的会计处理 啥意思呢 你好好干 你来吧 来吧来吧 好好干 这样 现在市价有个500万的书房 我买了 我送给你 当然你不能一分钱不夸 我卖给你吧 卖你多少 卖你300万 你白白得了200万 你以为就这么便宜让你得200万 那么你这200万 你得跟企业签席 比如说 你在我这个单位工作10年 这房没问题 就是你的了 300万 你现在给我 我把500万的房给你 各位同学 这是什么 购买商品 然后规定了最低的服务年限 并且职工如果你提前要离开 那对应的这部分 差额 你得给我退款回来 比如说 你干两年 你跑了 200万 10年 两年40万 那剩的这160万 你给我退回来 我有朋友 做美容的 做美容的 这个应该15年前吧 15年前 他那个美容店的老板 就给他买了个房 说你 某某某 你好好干 你在我这干 你就一直干吧 也没规定多少年 反正你一直干吧 干个三连五年的 都行 我相信你 我给你买个房 白给的 连差价都不需要付了 白给的 有没有 有 实际上真有这种情况 而且我们有一年考试也考了 我还没有记错 应该是17年 应该是17年 还是19年 那时候真题 就考了 明白了吗 所以各位同学 你记住了 人要有能力 你当你是个人才的时候 哪都要你 哪都抢你 好 收回来 收回来 还有一种情况 就像我这样的人 比较大度 来吧 干 500万买的 卖你300万 哥不差钱 也不跟你谈什么 最低服务年限了 就干就行了 说你今天把这房 过户完之后 你今天就跑了 我认了 对吧 我认了 所以有一些 比较大度的老板 他没有规定 箱的最低服务年限 我们包括这两种情形 明白了 包括这两种情形 来 我们首先看第一种 你当购入住房时 那对于企业来说 你购入时 借固定资产 带银行出款 这块 没有啥问题 然后我们先看 第一种情况 规定了 最低服务年限 比如说 你买这房 花500万 借固定资产500 带银行存款500 然后说 你在我这工作几年 工作五年吧 至少工作五年 然后你300万把这房拿走 咱假设这个月买 这个月就直接付出去了 就直接给你过户了 没有说就简化处理 不通过固定资产清理了 直接简化处理 那就借银行存款 你收300万 带固定资产500 差额 这200万叫什么 叫长期贷摊费用 你要明白 长期贷摊费用 它是一个资产 它是一个资产 它可不是什么随意 它是一个资产 请问各位同学 关键点来了 来说说原理 为什么会形成长期贷摊费用 为什么会形成这些资产 它怎么就变成资产了呢 因为你这个人 要给我企业提供服务 提供服务会形成资产 它会导致经济力流露企业 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因此它满足资产定义 和确认条件 因此这是一项资产 说清楚了吧 好了接下来 多少年呢 五年 那一年多少钱 平均的注意 这块就没有什么实际利率 那一说了 赶紧考过两年 进去改成实际利率了 来多少年 五年 一年多少 四十万 所以接下来 你去贪销这项 长期贷摊费用 每年贪销的是四十万 那这借应付职工薪酬四十 但长期贷摊费用四十 然后还是那句话 根据受益对象 谁呀 行政管理人员 那就把它记录到 管理费用当中 借管理费用 但应付职工薪酬 看明白了吗 那说这个资产 为啥选长期贷摊费用呢 各位 你超过一年了 看到了吗 你说超过一年了 所以它叫长期贷摊费用 好 这是一种情形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情形 像李老师这么大度的当老板 无所谓 无所谓 干就是了 无所谓 这种情况下 你买还是五百万买的 然后还是三百万卖给他的 来看好了 借银行总款三百 带固定资产五百 插个直接去给我确认职工薪酬去 插个直接确认职工薪酬 因为他不需要你提供服务 没有规定最低服务年限 然后再去根据受益对象 注意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福利 因为福利是不需要计题的 实际发生实际劣值 然后根据受益对象去分摊 分的时候 那就是行政管理人员的一次性给我进管理费用 老师这时候怎么不形成资产了呢 因为他没有规定服务年限 明白 他没有规定服务年限 他就是我当期发生的 就在当期 所以直接进费用 借管理费用等 代应付职工薪酬 OK了 OK了 来咱找个题 各位同学 我带你做个题 我们看一看 23年5月 蒋公司购买100套全新公寓 你以优惠价格向职工出售 蒋公司共有100名职工 其中80名为直接生产人员 20名为总部管理人员 蒋公司你向直接生产人员出售住房的平均每套购买价格是100万 向职工出售的价格是80万 你向管理人员出售的住房每套购买价格是180万 向职工出售的价格是150万 100名职工均在23年中陆续出资 购买了蒋公司出售的住房 售房协议规定 职工在取得住房后必须在公司服务10年 假定蒋公司购入的公寓未寄提折旧 这个是我们官教上的例题 我做了一个改编 大家不要去纠结一些细致的问题 老师这个增值税怎么办 老师这个为什么不提折旧 假定他不提折旧 明白了吗 所以呢各位同学咱们就是说好不要去交那个真 因为我们真题给答案也没有提折旧 所以咱比照真题来就行了啊 不要去交这些细节的问题了 来要求不考虑相关税费 你看不考虑 编制上述业务的快递分路 答案进入单位以万元表示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首先你买这个房花多少钱呢 哎呀八十套相当于是花了文写的这儿八十套 每套是一百万买的 然后呢还有二十套 每套是一百八十万买的 你要花这么多钱 对不对 你要花这么多钱去买 买完这房 然后去发给职工 我们下边给这个答案呢 他没有要求你去购买住房的这一块 就这个这个是不要求的 直接就发给职工了 明白了吗 发给职工了 来各位我们看一下 发给生产人员是八十套 每套是八十万 八八六千四 然后发给管理人员的是二十套 每套是一百五 这是三千 所以一共你能收到的款项是九千四 但你花这些钱花多少 这有同学帮我算出来了 是多少 11600 是吧 写这一套11600 这是你花的钱 这是你收的钱 来 这俩之间有差额了 你要服务十年 所以把这两者之间的差额 这差额是2200 这2200万要确认长期带摊费用 来看分路 借银行存款九千四 借长期带摊费用 2200 但固定资产11600 没有提折旧 不要考虑了 也不通过固定资产清理了 那么接下来各位 我们出售住房之后 注意是每年 我给你是每年 没说这是23年 如果你要说23年的话 各位同学看 23年是5月 然后人家说陆续哪去了 陆续出资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说 23年我到底 太销多少长期带摊费用 这个题 它本质不是考你这东西呢 能理解吧 所以我下边给的是 出售之后 每年 我应该采用直线法 去摊销这项长期带摊费用 那就是2200 除以10年 所以每年是220万 好 借应付之工薪酬220 带长期带摊费用220 好 接下来你发给谁了 发给生产工人 发给行政管理人员 那么你就得根据受益对象来分 来 发给生产工人买价是100万 卖给他们是80 所以差个是20万 形成长期带摊 一共是80个人 除以10年 一年是160万 管理人员买价是180 卖给他们150 一共是20人 也是10年 所以是60 正好是220 所以借生产成本160 借管理费用60 带应付职工薪酬220万 说明白了吗 各位同学 这个题它是个样板题 它不是真实的让你去做 如果真实去做的话 它会怎么出 我告诉你 它告诉你说 均在23年5月完成了购买 那么5月当月开始 我们就要开始抬销了 长期带胎费用 当月就开始抬销了 明白了吗 从5月份开始 我们就要开始抬销了 但是我们这是个样板题 告诉你 这些是陆续 因此我告诉你 下边是出售后每年 按每年去算的 说清楚了吧 各位同学 OK了 好了 过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第二节 第二节就是 短期薪酬的确认和计量 给大家说完了 接下来到第三节 第三节整体能力等级 要求是三 三级的能力等级 是离职后福利的 确认和计量 还记得什么是离职后福利吗 各位同学 离开企业才能拿到的 对吧 什么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均属于离职后福利 首先离职后福利的定义 失职企业为了获得职工提供服务 而在职工退休 或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后 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 和福利 比如说养老金 那么对于离职后福利计划 主要这里多了俩字 是计划 是指企业与职工就离职后福利 达成的协议 或者是企业向职工提供离职后福利 制定的规章或办法 我们把离职后福利计划 分成两类 一类叫设定提供计划 另外一类叫设定受益计划 什么叫提供 什么叫受益 对原来我就是吐槽的东西 我去年讲过就不吐槽了 以往年中 我说这是从国际准则发译过来的 设定提供计划 设定受益计划 但是翻译也得有个道理吧 对吧 各位我问你 你家里那个 就是冷冷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 就这个东西 叫冰箱还叫电冰箱 现在基本上叫冰箱 但你知道吗 最早最早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电冰箱 为什么 就是最早最早 因为它是用电的 那说现在不用电了吗 也用电 但是现在就简化了 叫冰箱 最早最早我们叫电冰箱 那都是翻译过来 翻译过来的 包括什么空调 微波炉 这都是翻译过来 但是翻译它不是白翻译的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设定提供计划 什么叫设定受益计划 来 先解释提供 我们现在国家的养老保险体系 就是设定提供计划 你看看 是不是现在每个月 企业要向养老保险机构 去根据你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 去交钱 对吧 你自己的那一块 你放一边 你别管 我们就说企业了 因为现在主体是企业 我是不是每个月 根据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 我向社保去叫钱 缴完钱之后 这个人当他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后 我企业还管吗 我企业不管了 明白了 我企业不管了 跟我有啥关系呢 你直接退休就OK了 这个时候社保机构 会在缴存的这个养老保险金当中 根据你的年限 包括你个人账户的一个累积情况 向你发放离这个退休的工资 所以他是先提取再存到一个基金 国外叫基金 我们国家说白了就是社保局 每个省都有自己独立的社保机构 你比如说我要是在安山退休和在北京退休 那工资就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北京首都嘛 他的退休工资要高一些 所以这叫设定提存计划 好 那说啥叫设定受益计划呢 你看 我这么跟你说 我说你好好干 咱找个人好不好 顺顺 你好好干 你呀赶紧干 干干干干干 干到退休之后 我每年给你五金黄金 正常养老保险你正常理 因为你在我这企业干的这么好 是吧 你叫顺顺 顺顺利利的 是吧 这一辈子 哎呀顺顺利利真好 你退休之后每年我给你五金黄金 给谁 就给你 你是谁 你是受益人 所以这叫设定受益计划 明白了吗 好了 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离职后福利计划 我们国家目前为止各同学 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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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设定提存计划 所以有没有设定受益计划呢 目前为止没看到 那目前为止我没看到 但是我没看到未必人就没有 所以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所以我刚才说了那么多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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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 好 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设定提存计划 来 这回我们看看官方给定的定义 支持向独立的基金缴存固定费用后 企业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义务的 离职后福利计划 他这里说的叫独立的基金 我们国内的就是市保嘛 对吧 你向市保去交 然后关键点你看好 各位同学你就想 你有一天你退休之后 这个企业还管你吗 他还算你承担额外的义务吗 没有啦 同学 对吧 你退休之后了 就市保每个月给你发工资 跟企业就没有关系了 知道不 知道 没有关系 所以你看 说企业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义务 如果未来物价上涨了 你的工资涨与否跟我企业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国家统筹 不能说物价涨了之后 你回来找我企业 那不可以 那我企业不管你了 好 这叫设定提存计划 那么企业在资产付代表日 确定为换取职工 在快递期内为企业提供服务 而应付给设定提存计划的提存金 并作为一项费用 记录到当期随意或相关资产成本 说白了就是提社保 既提社保费 借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制造费用 再定工程 研发支出 带应付职工 新冲 养老保险 就这点事 所以我们国家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它都属于设定提存计划 养老保险 像社保交吗 失业保险 像失业 失业那个也是社保的 对吧 你失业之后企业不管你了 对吧 你失业之后企业不管你 如果你真的失业的话 你原来在单位交过失业金 一定要记得去领取失业保险金 去那个社保局 登记就可以领取 最高可以领24个月的 当然要看你交多少 要看你交多少 说明白了吗 各位同学 好 看会计分路 根据收益对象 借管理费用等 带应付职工薪酬 实际上缴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银行存款 带银行存款 OK不 各位同学 说明白了吧 其实它就是一个计题和上缴的过程 OK 好了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关于设定提存计划 再来说 设定受益计划 各位设定受益计划 是指除了提存计划以外的 但他这么说 其实没说 啥意思 比如说 小鱼 今年55岁 在某公司工作 假设法定退休年龄 假设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 然后我跟小鱼说 我说你好好活着啊 好好活着 别抽烟 别喝酒 别烫头 好好活着 一直到你死那天为止 我每年给你10金黄金 所以这个时候 你知道小鱼听到这句话之后 各位 小鱼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得干什么吗 他得好好养生 健身 早睡早起 不吃任何对身体不健康的东西 对吧 好好养生 所以对于我企业来说 我今年 比如说 是2023年 小于55岁 我跟他说 你好好活到 60岁之后 我每年给你10金黄金 各位 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 每年10金黄金 我得做个什么事 我得做个什么事 来 我得掐自己算 他到底能活多大 他活65 我给5年就行了 他活75呢 我给15年 他活到80呢 我得给20年 他活100 我给40年 所以我是得掐指算一算 对不对 这什么 这是精算 假设我精算 他可以活到80岁 活到80岁 我得给20年 每年都给10金的黄金 明白 每年都给10金的黄金 所以你会发现 每年都有10金的黄金 各位 黄金的价格可不固定 每年价格都不一样 但是我可以合理的进行估计 这80岁就是我精算出来的 不是刘老师算的 专门的精算师 他会根据社会的平均医疗水平 包括发病率 包括各种因素 包括你生活城市的环境水平 他会精算出来 说这个人预计能活到80岁 那说能不能到底活到80岁呢 我也不知道 好了 我们每年都需要给人一些 来折折折折折 看好了 我一共20个对吧 我都把它折到60岁这点 假设到60岁这一天 我折出来是3500万 假设这一天我折出来是3500万 我得花3500万 未来我还可能每年给人发10金的黄金 但是这是到60岁那一天 我现在还需要做什么 我得把这3500万平摊到这5年 1 2 3 4 5 这还有一个啊 60岁 我得把它平摊到这5年 咋平摊 那就是3500除以5 每年700 每年700万 但是问题是货币是有时间价值的 我每年需要750吗 我第一年需要750吗 肯定不需要 我第一年年末 我可能我存700 我有货币时间价值 我往后一折 我折到这就是一个700 还650 700是吧 每年我需要700 不需要 我可能650我就够了 第二年呢 我可能需要670 第三年我可能需要680 第四年我可能需要690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原来教材有个大的 又臭又长的一个立体 就这点事 我现在呢 跟你说这事呢 是干什么 让你去理解下边这句话 需不需要我们计算 不需要了 各位 教材那个又大又臭的那个立体删了 删掉了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 设定受益计划是企业年金计划中 根据一定标准 确定每位职工退休后 每一期的年金收益水平 由此来倒算出企业应该每一期为职工缴纳的金额 明白了吗 所以各位同学 我只是告诉你 这个过程是啥样的 但具体的计算 我们教材都已经删掉了 不用管了 不用管了 所以它的过程就是 我预计它可以活到80岁 每年都给人10金黄金 我折到现在这点 60岁这点是3500 3055年 因为现在是23年55岁 那是3500除以5 每年一个福利代元是700 但是这个福利代元 注意货币是有时间价值的 我第一年年末 我绝对用不上700 我可能不用700 6500就够了 因为往后我存钱 我是有利息的嘛 好 这个过程你能听懂就行了 因为教材立体删了 所以这块咱们就一带而过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各位同学高不高兴 来 接下来说一说 接下来说一说 说当企业富有下定法定义务史 就是一项设定 受益计划 他为啥 删了 我估计啊 就是实务上也没有 你考这东西干啥 你放这东西干啥 对吧 国内也没有 第一个 说计划福利公式 不仅仅与提存金金额相关 而且要与企业 在资产不足以满足 该公式的福利时 提供进一步的提存金 比如说我们算出来 第一年是650 假设第二年是670 如果你不到670 比如说你把它存到银行 或者去买某个理财产品 或者买什么投资了 它不到670 还差点 那你得给我补上 所以是企业要承担风险的 第二个 说通过计划 间接或直接的对提存金的特定回报 做出担保 比如说我们刚才算出来的 因为是6%这个回报率 如果今年真的因为 这样或那样原因 没到例如4% 那么差的这2% 你得给我提供担保 还是由企业来承担风险 所以我们说 本质上无论是1和2 它都是企业承担风险 这叫法定义务 你只要满足这俩了 企业承担风险了 那它就是一项设定受益计划 明白了 这就是一项设定受益计划 好 那么对于设定受益计划呢 我们在进行快递核算的时候 要按照以下4个步骤来 第一个 确定设定受益计划的限值和当期服务成本 限值就是这个 60岁这一天 3500 和当期服务成本就是650 就是每个福利单元是700 但是我用不到这么多 明白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去确定设定受益计划的净负债或净资产 什么意思 我简单解释一下 因为你是福利单元 你算成是700 但我说的第一天 我不需要存700 我存650就够了 这650你把它存到一个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拿着650去给你运作 他认为到他60岁这一天 这650就会变成700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祸意大福 他有可能运作好变成700亿了 也有可能没玩好变成620了 明白了吗 所以这时候会有什么 净资产或者是净负债 好你要确定 净资产和净负债 明白了吗 再往下第三步 说我要确定记录到当期随意的净月 以及第四步 要确定记录到其他综合收益的净月 来吧各位同学 前面咱们说了这么多热热闹闹的 来考试考什么 看好了 看好了 第三步和第四步 第三步和第四步 也就是说我哪些交易事项要记录到当期随意 哪些交易事项要记录到其他综合收益 这块是要考你的 那说哪些进哪些不进呢 各位下边的解题高手 我给你罗列出来了 这部分因为我们成经年度考试经常考 但是我们教材没有把它展开说明 因此各位同学辛苦你一下 该记的要记一记 我很少让大家去背 但是确确实实这块我没办法给大家展开 展开一个小时能说明白不能 没必要 好接下来先解决一个问题 设定提纯和设定收益计划 这个风险承担主体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我做个精准答疑 第一个如果是设定提纯计划 你告诉我这个未来物价上涨 谁来担着 你退休之后企业管吗不管了 你职工自己来担着 看明白你自己来担着 所以它的精算风险和投资风险 都是你职工自己担 所谓的精算和投资风险 就是退休之后你能开多余少这事 你自己来担着 而设定收益计划呢 我职工不管我每年拿十斤的黄金 小鱼说了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烫头了 我也不直发了 我每年拿十斤的黄金 所以这个风险谁担着 黄金五百块的一颗和五十块的一颗 你都是十斤黄金 包括这个精算风险 你比如说你找个不靠谱的精算师 找姓郭的 净喝假酒的 他说说哎呀 这个小鱼啊 这个头发掉这么少啊 我估计也就活八十岁了 这种余老师人家 哎呀我说漏了是吧 我说成余老师的 人小鱼人家努力的 不抽烟不喝酒不烫头不直发 人活到九十岁了 各位后十年你给不给 你该给还得给 这一段精算风险啊 谁担着 你企业自己去担着 明白了 企业自己去担着 说明白了吧 好了接下来就说一说 哪些进当机随意 哪些进其他综合受益 各位同学 我有一说一 因为这块书上没有展开 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展开 因此辛苦你稍微忌忌 好不好 来咱们先说 进其他综合收益的 包括第一个 精算利得和损失 看好了这是第一个 第二叫计划资产回报 但是考试写计划资产回报不对 要扣什么扣利息 计划资产回报 扣除包括在设定收益计划 净负债或经资产的 利息金额中的金额 把利息给我扣掉 第三是资产上限 影响变动 你也要扣利息 扣除包括在设定收益计划 净负债净资产 利息金额中的金额 就是记住了 无论是计划资产回报 还是资产上限变动 都要扣利息 不就啥吗 来 精算利得和损失 计划资产回报扣利息 资产上限扣利息 记住没 不就这啥吗 这三个是进其他综合收益的 好 剩余的你看到 大概率就是进当期损益的 比如说当期服务成本 过去服务成本 看好了 这叫结算利得和损失 刚才那叫啥来的 那叫精算利得和损失 这叫什么 这叫结算利得和损失 还有设定收益计划 净负债和净资产的利息金额 为啥 这里是不是把利息给扣了 对不对 放哪了 放当期损益了 所以你看他这是四个 当期服务成本 过去服务成本 结算利得和损失 以及设定收益计划 净负债净资产的利息净益 老师我想理解 别浪费时间 今天用备吗 不用备 考前备一备就OK了 辛苦一些 好不好 可考 可考 该备 得备 好不好 不用理解了 理解是一个小时都理解不了 我得给你讲 什么叫过去服务成本 什么叫当期服务成本 什么叫结算利得 什么叫经算利得 一个小时浪费时间 没有必要了 直接背 成年人 成年人直接 把该做的事情做了就行了 来吧 18年单选你 咱们看看短期记忆 OK 短期记忆 OK 说下来各项因设定收益计划产生职工薪酬成本中 除非进资产成本 应尽其他综合收益的是 精算利得和水 来吧 就你了 这不是记下来了吗 是吧 B 结算利得水 是当期随意 资产上限影响的利息 当期随意 计划资产的利息收益 当期随意 所以B C D 这都是当期随意 你看 这不就是考题吗 对吧 就这么考 来 再来看16年的一道单选题 讲一次发生下来交易事项 相关快递处理 将影响发生当期净利润的事 各位 这句话我给你翻译一下 将影响当期损益的事 行吗 可以吗 可以的 A 因重新计量设定收益计划 净负债产生的保险 精算收益 前面你不用管 前面你不用管 你找观念词 抓主要词 主要毛 这是什么 精算利得和损失手 其他综合收益 对吧 来 写上 这是其他综合收益的 所以A不选 B 因联营企业其他方投资 其他投资方单方增资 导致应享有联营企业 净资产凤人变动 你没学呢 你没学呢 我告诉你 这是资本攻击 好 这也不选 C 根据确定的利润分享计划 基于当年实现利润计算确定 应支付给管理层的利润分享款 管理层 C 将自用房屋转为产工与价值 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 工与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 这是其他综合手艺 D也不选 所以本题正确答案是3C选项 各位 咱做题特别猪快的同学 不是说我这个题做出来了 我就OK了 这个题做出来可不OK呀 你一定要知道不选的原因 你把它当做一个不定向选择题去做 我给你下来各项不影响随意的 那这时候你得选ABD了 对不对 所以你得知道每一个题 它ABCD对错都分别是什么 这是管理费用 就同学呀 我不是说你们 就是刘老师这么辛辛苦苦写的解析 难道你不看吗 你要看一看的好不好 同学解析呀 刘老师一个字一个字给你码的呀 他可不是从教材粘过来的呀 一个字一个字码的啊 好了 各位同学来吧 第四节辞退福利的确认和计量 这个考试大纲能力等级也是三级 也是三级 首先第一个什么叫辞退福利 是指企业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 解除与职工劳动关系 或者为了鼓励职工自愿接受采检而 给予职工的补偿 同时辞退福利还应当包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时 对辞退的国立城进行补偿的情形 那确确实实有一些这个公司股权发生重大的变化了 原来是张三现在变成李四了 原来张三李四 这个张三和李四这俩就没啥关系 原来张三把他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 四舅妈全弄进来了 能管事都管事 不能管事也跟他做着 但是新的人来了 新官上人三把火 你什么张三 你七大姑八大 走走走走走走 把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再弄来 所以你让人走 劳动关系没有解除 你给人补偿 那也叫辞退福利 明白了 也叫辞退福利 说清楚了吧 好了辞退福利咱搞清楚了 那接下来说一说辞退福利的一般情形 我们在确认辞退福利时 是以下两者属找来确认辞退福利 并进当期随意 各位这个当期随意是啥呢 记住管理费用 说是不是行众管理人员的 不是 我告诉你 就是当期随意 先解释这个 为什么是管理费用 你比如说 你把生产车间 生产工人给辞退了 要不要根据 受益对价 进生产成本 不要 你把销售人员给辞退了 要不要根据 受益对价进销售费用 不要 你把生产车间 管理人员给辞退了 要不要根据 受益对价进制造费用 不要 他就是管理人员 那说为啥呢 各位 准则在思考这块问题的时候 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首先 我是以生产车间为例 如果你把生产工人给辞退了 包括车间管理人员辞退了 这些人员的薪酬会影响 产品的成本 假设你这一期辞退这些人比较多 你一共支付的辞退补偿2000万 如果你进生产成本 或者是制造费用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你同样的产品 上个月的成本 和这个月的成本不一样 谁高 一定是这个月高 为什么这个月你进成 这个这个制造费用和生产成本 多了2000万 可比吗 不可比 真实吗 不真实 你给报表属于者看到的信息 就是非常不可靠 对吧 非常不可靠 因此我们说 你把它记录到当期随意 那最后当期随意 我为什么要选择管理人员呢 各位 干的好了 你怎么能给人辞退 你不没管好吗 你还给他美呢 对吧 你裁员 你凭啥裁员 你不没经营管理好吗 你凭啥裁员呢 你要经营管理好 你不单不要裁员 你要招人 你要招聘 你还裁员呢 不就是你的锅吗 不就是你的原因吗 所以你准备最后 合计来合计去 就是你管理上出现问题了 因此增加你的国立费用 在报本的付出档 你披露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道理说清楚了 明白了吗 道理说清楚 这就是原理啊各位 这就是原理啊 好 接下来我们说 以下两者属找 第一个 说企业不能单方面撤回 解除劳动关系计划 或者是裁减 建议所提供的辞退福利时 你都跟人签合同了 辞退你啊 签合同咔都盖上章了 那是第一个时间 第二 说企业涉及到辞退福利的 重组相关成本 或费用时 再确认 重组这个事呢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关闭了一个事业线 我们讲 或有事项还会讲重组 还会讲重组 当满足两个条件 我们认为 重组义务 已经达成 当它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我们认为 它的重组义务 已经达成 第一个叫有计划 第二个叫公事 我们讲 或有事项还会讲 所以在这里 我简单跟大家说 存在以下两个情形 表明 重组义务 已经有企业承担了 第一个 有详细正式的重组计划 包括巴拉巴巴拉巴 第二 说这个重组计划 已经对外公告 这两个条件都满足 我们认为 企业承担了重组义务 什么叫重组 你就理解为 我把一个事业线给过了 我把一个分公司给它关了 这叫重组 好 刚才说了 这俩 数找 不是数完 数找 跟人签红了 盖帐了 这一个日期 3月5号 关闭一个设计线 这边我已经有计划 对外公告了 3月26号 光 这两个哪天 数找 3月5号 明白了吧 3月5号 说清楚了吧 OK了 来 接下来说说特殊情形 听好了 特殊情形 刚才说的是一般 那特殊是啥呢 来 甲公司 跟所有的职工说了 发了一封邮件 公司计划在23年到24年之间 裁员5000人 将分三批进行 首先第一批裁2000人 第二批裁1000人 第三批裁2000人 分批裁员 各位 第一批2000人 将在23年完成 第二批和第三批 将在24年完成 各位 如果你是奖公司的人 比如奖公司有500人 10%裁掉吧 如果你是奖公司的人 请问你心里怎么想 请问你心里怎么想 有两类 赶紧裁我吧 裁我给我N加几个补偿 我赶紧找别的工作 但绝大多数的人 哎呀 我得给好好干 哎呀 你可别踩我 是不是这个逻辑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公司发这种邮件 它是管理上的需要 明白了 它是管理 我得好好干 你可别把我给裁掉了 所以它真实的有可能 各位 真实的有可能 就想裁2000 明白了吗 它就想裁2000 那后边都是烟雾蛋 吓唬你的 当然 也有一些 人家确确实实就要裁5000 不裁我这公司活不了了 公司首先得活下去 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你不能说你得养我一辈子 凭什么 你父母都没说养你一辈子 凭什么公司养你一辈子 各位 所以大家学习 要充分理性的去思考任何问题 这是正常的公司行为 商业社会就是这样 不要说你凭什么裁我 没有什么凭什么 明白了吗 没有办法你要变得更加优秀 此处不留也自有就越出 你讲一次不留我上一公司 所以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个问题 同学来看好了 我第一次裁2000 第二次裁1000 第三次再裁2000 它是个大计划对吧 但这里包括三个子计划 我要不要等把整个5000人都裁完之后 我再去确认职工薪酬 用不用 No 听好了 你每完成一个 你就给我缺一个 一部分 比如说第一部分OK了 OK那就缺 借国安理费用带应付职工薪酬 你不用等都完成了 明白了吗 第二部分OK了 好借国安理费用带应付职工薪酬 第三个OK 借国安理费用带应付职工薪酬 说这事说清楚没 来吧 看看具体的准则原文 说对于分期或分阶段 实行解除劳动关系计划 或者自愿接受裁减建议的 其实应当上整个计划 看出是由各个单项 解除劳动关系计划 或自愿裁减而组成的 在每期每个阶段 符合确认负债条件时 那么应该将这个期和这个阶段中 提供辞退所产生的负债 予以确认 那进入到该部分满足 条件的管理费用当中 而不能等全部都结束 好 这里呢 我解释两个 一个问题吧 你会发现咱们书上写的 叫什么预计负贷 看到没 哎呀 是不是预计负贷 在这 这还有个 各位 这是我们官教上就这么写的 我呢 今年提建议的时候呢 眼睛瞎了 没看到这写预计负贷 我真的这书太厚了 我也没有时间 每一页都翻 但是确确实实 我发现了 今年 我今天发现了 因此我今天就已经记下来了 明年的教材 估计这块会调整 为什么 因为应用指南上 人家写的是什么 职工薪酬负债 所以这块的预计负贷 我们最后用的科目 也是应付职工薪酬 而不是预计负贷 这块要跟大家说清楚 要跟大家说清楚 等到我们讲会有事项的时候 还会有这块 还会有 重组吗 还会有 那时候我就给你写清楚了 应付职工薪酬 说明白没 各位同学 过 那么有一些国企啊 到了55岁 南60退休吗 55岁你别来了 是吧 老郭你别来了 是吧 你别来了 五年吧 五年五年五年六十万 给你拿走去 拿走去 六十万你赶紧走 别来了 到六十岁你自己退休 别来我不想看到你 你赶紧走 这是什么 内部退养 对吧 内退制度 它比照辞退福利 它比照辞退福利 说清楚了吧 好了过了啊 那对于辞退福利的伎俩 我们看 职工是否有选择权而分别进行 那对于第一个 没有什么选择权的 你有啥选择 辞退你就走呗 对吧 没得选 我给你补偿 好 这时候实质上 我企业是可以确定 每个职工的人数和补偿金额的 两一成就是我职工薪酬的金额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说我自愿接受拆减 我给你发个这个邮件 自愿报名 这个时候 其实对于企业来说 它要预计 它要预计一下 第一个不用了 我记 你没有选择权 你就直接走了 张山里斯 网五照六 你们这几个人就给我走 对吧 你不需要跟我俩谈 你爱咋地咋地 我按照劳动合同法 我给你补偿就OK了 但还有种是自愿接受拆减 我不太确定 到底有多少人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我得预计一下职工的人数 和每一位职工 如果他提出了这个离职 我给人补偿的金额 这两个去确认职工薪酬 当然实际数跟他有差 也是快递估计变更 未来适用就可以了 听明白了吗 OK了 好 第三 说企业应当按照 辞退福利的条款 合理预计 并确认辞退福利 产生的职工薪酬 如果这个辞退福利 在12个月内 你都支付完了 那就是正常去做 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但有些企业吧 说白了 不讲究 对吧 走走走 分五年给人家 当然你也不能说 人家不讲究 比如说人家培养了你 是吧 这个辞退福利当中有这种 比如说敬业限制 那我分五年给你 也是OK的 那这时候你想一想 分五年了 同学 要有什么 货币时间价值 所以你需要把未来五年 给人支付的金额 折现到当下 去确认管理费用 和职工薪酬 然后续每一年 去确认相关的利息费用 就可以了 好了 这块大家简单了解即可 不用深究 能知道这事就OK了 好 接下来最后一节了 各位同学 最后一节就是兜底的 居然考试大纲也给了 能力等级是三级 但这些没啥内容 没有什么内容 是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它的确认与伎量 什么叫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刚才说过了 不拘束了 那么对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是指我报告期结束12个月以内 不会都支付的那部分 叫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所以我在资产负债表日 我要确认 确认什么 确认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金额 那么这里给了大家一个公式 我们教材原来是有立体的 今天把立体给删了 去年就删了 所以这个公式 大家听一听看一看就OK了 说职工薪酬等于什么 等于服务成本 和其他长期福利的净负债 或净资产利息净额 还有重新计量 长期职工福利的净负债 净资产发生的变动额 各位你看这东西 有点事成相识 是不是有点事成相识 它有点类似于什么 是不是那个设定受益计划 是不是有点像 看看这几个词 是不是有点设定受益计划 有点类似 各位 我告诉你 真的差不多 但是设定受益计划那里边 我们有什么 有进其他中国收益的 有进当期随意的 对吧 它不是 它简化处理了 这些上面我不再去区分什么进其他中国收益的当期随意了 直接给我进当期随意或相关资产成本就可以了 明白了 直接进当期随意或相关资产成本就可以了 说明白没 好了 各位同学 整体上我们就把职工薪酬这一章主体内容全部讲完了 我说过17年和19年在这一章考过计算分析题 所以接下来我带着你看一看19年考的这道计算分析题 今年考了就算你便宜九分拿到 一分都不许丢 各位听我一句劝 基础账也一分都不能丢 你为啥 股份支付你不可能拿买分 所得税收入租赁 在这个合并 就这些考大体的长头 你拿不了买分 所以你就得在这些基础账先给我拿买分 明白了吧 好了来吧 各位同学这是一道主观题 我问大家 我带没带着你做过历年的真题主观题 有没有带你做过 回忆回忆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这是第一道 对吧 这是第一道 所以听好了各位同学 听好了 在做主观题的时候 不管你是平时练习 还是在考场上 按照我教你的步骤去做事半功倍 来看好了 蒋思23年度发生与职工薪酬相关的交易和事项如下 这叫题貌 先读题貌 再读其他资料 知道多呢 其他资料第一 假定蒋公司按年度计算发放应付工资 第二 按国家政策 员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向兼职独立董事支付的报酬 也不包括员工未使用待息休假而预期支付的薪酬金额 第三 蒋思对注定采用简化处理 第四 本题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好 先读题貌 对吧 题貌就叫 再读其他资料 带着问题 去读相关资料 来吧 问题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逐项说明 咱们就是说你会说吗 上述交易或事项的快递处理 并编制相关快递 答案进入单位 用万元表示 老师我就会编分录咋办 今天是公元2023年的3月13日 距离我们23年8月底考试 大概还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 4 5 6 7 8 5个月了 你们没有6个月 还有5个月的时间 各位 我们就是说这5个月的时间 怎么的 你不会说 列也会列了吧 对吧 列也得会列了 好了 各位同学 说明 怎么才会说 首先第一个 比如说我后边有答案 就这一趴 看到了吗 这不有答案吗 你不会说你先读 所以你要练的时候 是先读 第一步 先把它读出来 然后再写 然后再练 所以你不要上来 老师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没有 没有 哪有什么好方法 那东西从你脑子往头抠 我也不能拿勺给你往脑子里换 所以你要不会的话 咱就先读一遍 然后再写一遍 腾超一遍 一定要读书声音 一定要读书声音 明白了 你不可以稀里读 这啥呀 永远你读不出来 你一定要读书声音 一定要读书声音 然后再练 练的时候就背着写 明白了吧 这个逻辑OK了吧 好了 来吧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每一个资料段 它是根据上述资料 说明甲公司如何进行快递处理 并编制相关快递份数 对不对 来 说甲公司23年度 刚才读完了 第一个 说本年度应发工资是8600万 其中生产部门直接人员工资是6000万 这是生产成本 车间管理人员的工资是1000万 这是制造费用 行政管理人员工资这是管理费用600 销售人员工资是销售费用1000 按照所在地政府规定 甲公司分别按照工资总额的10% 8% 2%和1.5% 记题医疗 住房 工会和职工教育经费 后边还有没有 本年度 甲公司银行充款支付了工资8600 支付了保险费 860 支付公积金688 支付工会经费172 职工教育经费是60 另外 甲公司向兼职的独立董事支付报酬120万 刚才告诉你了 你在记题相关什么福利费 对不起 工会经费 住房公积 医疗保险 不要包括这个什么兼职总费 人家是不是说了 是不是 其他资料的一段都已经告诉你了 好了 这是资料一 资料一呢 说白了 我们就应该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 分别根据不同部门 受益律项 记题 医疗 住房 工会和职工教育经费 应记录到生产成本的金额 你就拿6000 去乘以这一帕 对吧 10% 8% 2% 2% 1.5% 然后记录到管理费用的金额 那就拿600去乘 记录到消费用的金额1000成 记录到制造费用的金额拿1000成 明白了吧 就这点事嘛 没啥难度 没啥难度 然后各位 支付给独立董事的董事费 120 各位 这得加出 也是进管理费用 但是你得说话呀 可以 你不能不说话 对不对 支付给独立董事的董事费 根据规定进国立费用 就完了 就完了 然后他说发了多少 发了600 8600万 然后支付了这么多保险费 那实际支付 实际借应付中心的大银行 你看这个题 他要么要求你写明细啊 同学们 他要么要求你写明细 没要求 没要求就可以不写明细 但是我给答案啊 包括当年官方给答案 也写明细 老师不写明细 扣分不扣 扣个6啊 他没让你写 你为啥写 没让你写 你为啥写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快利分数 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消费费用 带应付中心 哗的一堆 你可以把它合在一块 没有啥不可以的啊 没有啥不可以的 各位 这是筑块考试啊 初级的水平啊 这是啊 明白了 这是筑块考试啊 所以没有什么难度 这种 没有什么难度 OK 不各位同学 明细写错了扣吗 那大概要扣你分了 所以我就说 你多一试 不如少一试 你就别写 考场上能多一试 就别少一试 能少一试 就别多一试 明白了吧 所以你写错了 肯定不给你分 就不让你写 你就别写 好 这一个 过了 再第二个 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信酬 然后发的时候 借应付职工信酬 带银行账款 当年很多同学 把这120给忘了 结果这数就错了 把这120给忘了 结果这数就错了 所以啊 没有什么难度 没有什么难度 你就是别忘数就行了 好了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 去读一遍了 没啥问题啊 没啥问题了 写错证扣分不 肯定扣你分 你别写错证了 同学 来我们看第二个 说奖司从23年11日起 实行累计带心缺勤制度 根据制度规定 奖司 每名职工可享受 每年七天代薪休假 未使用的可以向后转一个年度 超过一个年度 未使用的假期作费 员工在离开企业时 对未使用的假期 不能获取现金支付 员工代薪休假 以后进先出为基础 既从当年可享受的 休假权利中扣除 再从上一年截转的带心 休假权利中扣除 23年12月31日 奖司800名员工中 每名员工当年 平均未使用带心休假 三天 根据同行业公司经验 奖司预计在24年度 有700名员工 将享受不超过7天的带心休假 剩余100名员工 将享受平均10天带心休假 假定其全部为奖司管理人员 奖司每名员工的 平均日工资为320元 各位这就是我上课 给大家举的例子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这是个啥 这是一个累积带心缺勤 累积带心缺勤 应该是职工提供服务年度 从而增加未来 想要带心缺勤权力 时确认职工薪酬 对吧 是不是这点事啊 好 接下来 来各位你告诉我 我们一共有多少人 哎呀 一共800个人 但这8本都要需要确认吗 不需要 你会发现他说有700个人 不超7天 后勤先出 你明年这700个人 今年节短下来的 你都用不了 作废了 所以真正真正能够享受 带心缺价的是这100个人 对吧 这100个人 这100个人 他是告诉你 享受10天 正常人家24年有7天 这你不用管 这是24年的 这7天你不用管 那么他23年转过来几天 3天 3天 这个你需要管 对吧 这个你需要管 所以这3天 我得把它确认了 一共几个人 一共是100个人 每个人3天 每天的工资是320 然后除以1万 一定要除以1万呢 同学 一定要除以1万 那这数算出来之后是9.6 因为都是行政管理人员的 所以记录到国理费用当中 记录到国理费用 单位是万元 你看人是告诉你答案 单位是万元 你给我写那么多零 你这个题 光光光光 不给我除以1万 写那么多零 考试肯定不给你分 考试肯定不给你分 一定得除以1万 所以那就直接借管理费用 但应付职工行动 上边这些话 各位你不用一个字不大 这是彩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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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事能说清楚的 就给分 明白了吗 把这些彩分点给了 就写了就给分 好不好 过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 23年1月1日 蒋思为总部管理人员 提供自建事务设楼 免费使用 同时为总部经理 副经理以上的异地工作人员 每人租赁一套厨房 租赁期一年 按照该政策 蒋思为60名管理人员 每人提供了一间免费宿舍 按照自建成本 计算每间宿舍年折就费 为1.8万元 同类住房市场年租金 为2.2万元 为8名副总以上的异地工作人员 每人租赁一套年租金 为3万元的公寓 本年度公寓的租赁 以用银行存款支付 各位同学这是什么 这是非货币性职工福利 应当按照提供 非货币性福利的 公允价值计量 对吧 按照其公允价值计量 你看啊 他的住房这是 一年折就是1.8 但他给了什么 同类市场年租金是2.2 这个当年给官达的时候 这2.2他没给 就没用这个东西 当年他没用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为什么 这是我真的细细的研究过 因为你市场租赁 这个价格是有的 2.2对吧 没法做分路 我告诉你 就这个原因 他没法做分路了 你借应付职工薪酬2.2 带累计者6.8 差个是个啥 你告诉我差个是个啥 所以没办法 明白没办法 只能按照这1.8来算 一共是多少个人 60个人 1.8 60乘以1.8 这是108 所以借应付职工薪酬108 带累计者就108 根据受益对象 因为是管理人员 所以借管理费用108 带应付职工薪酬108 那108 然后再往下 这8名3万 8名3万 38是24 借应付职工薪酬24 带银行存款24 根据受益对象 借管理费用24 带应付职工薪酬24 这个应该是一个10分吧 应该是一道10分的 这个叫计算分析题 正常情况 这个题因为有说明 咱们现在不会说明 先把分路得给我汇了 分路大概能够占到6分左右 6分左右的分路分值 你得先拿下来 然后说明我刚才讲了 先读再写再练 按照这个节奏来 好了 这个题没有任何难度 都是我们课上讲的 都是我课上讲的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的核心点是什么 要会写理由 要会写原因 要会写过程 从现在开始就给我练起来 好不好 从现在开始就练起来 行了同学 我们这张讲完了 根据惯例 我们把这张稍微给大家过一过 好不好 第一个职工薪酬的概述 概述这里呢 首先第一个职工和职工薪酬的概念 还有我们举个例子 在这里不赘述了 分类包括四类 分别是短期薪酬 离职后福利 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哪去了 在这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然后第二个是短期薪酬 短期薪酬这里包括介绍了代行缺勤 有累积的 有非累积的 累积的应该是在职工提供服务年度 从而增加未来享有代行缺勤权利时 来确认职工薪酬 而非累积呢 不需要缺日了 对吧 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记住了 它是利润分享计划 一定是利润分享计划 给企业的职工 不要做利润分配 非货币性福利考试必考无疑 必考无疑 你放心吧 如果是商品的 你看是资产的还是外购的 资产确认收入 并结准成本 外购的 拿含折增值税的价格 来确认职工薪酬 如果是食物商品进行补贴 那你看这个企业领导 它到底是大度的 还是小气的 小气的 有提供服务年份 那么把提供服务年份 这部分 要确认为长期待摊费用 后续根据平均法 年限平均直线 去摊要这一块 长期待摊费用 如果它压根就不需要 直接这块就是职工薪酬 我们课上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同时给大家做了分路的总结 然后离职后福利 离职后福利这里包括设定受益计划 和设定提存计划 设定受益计划 各位 企业你自担风险 每年给人十金黄金 提存呢 退休了 我不管了 所以职工你自己去承担风险 此对福利 一般情况 一般情况呢 就是满足条件 我们确认 记住国内费用 而在计量的时候 这里有特殊情形 各位什么特殊情形 如果你是分阶段进行的辞退 每个阶段满足了 你就确认 不要等全部都满足了 你再确认 最后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都点到 这就是整体这一章 难度系数极低 没有哪个点是难的 唯一我辛苦大家需要背的 就是设定受益计划 哪些进其他中国受益 哪些进损益 现在需要吗 不需要 好钱 我99G里会有 到时候再说 所以剩余的东西 原理我都给你解释清清楚楚了 明白了吗 解释的清清楚楚了 各位 好好学吧 这一章 真的 如果考了 分不能丢 好不好 行了 我们这一章就给大家 讲到这了 各位同学 您学习辛苦了 我们稍时休息 下一节给大家介绍 十一章 记得快飞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